俄羅斯僱傭兵瓦格納集團領導人 普里格金星期六6月24號宣布同意撤軍 以避免流血事件並緩和 對總統普京構成嚴重挑戰的局勢 進軍莫斯科的路上 瓦格納雖然受到許多平民的夾道歡迎 但大多數民眾都沒有明顯的反普京情勢 但病變之後一路勢如破竹 24小時內就瀕臨莫斯科城下的瓦格納 為何在最後200公里選擇放棄 普里格金他的存在是因為普天他的恩准 讓他在法律之外存在的 他如果去反咬普天一口 然後把他摧毀掉 那麼普里格金他的存在就沒有法律的保障 沒有一個政治強人的保障 但是這個整個局勢的峰迴路轉 再也就是最後這個普里格金 可能得到了普天他背後的一個親口的答應 就是說就是把少尼古 或者是現在的俄羅斯武裝部隊的總參謀長 兩個人隔職或者是調理到其他的部門 然後這個普里格金 那麼他就沒有了理由再繼續的把他的軍隊 挺進到這個莫斯科 而且是那個好像剛才我所說的 普里格金他不可能去摧毀掉造就他的大哥的 摧毀掉普天對他來說 他就會面對其他精英的圍剿 精英的圍堵 然而普里格金連夜搭飛機離開俄國逃往白羅斯 是否代表他以金盆洗手 主動放棄瓦格納兵權 以或是只是把傭兵團的運作轉出俄國本土呢? 士兵員藍中華在接收亞洲新聞的採訪時認為 目前的局勢還在演變中 因此瓦格納是否會繼續存在還無從得知 而且普里格金沒辦法在沒有俄羅斯的金錢和武器支援下 將軍隊的操作和指揮轉出俄國 所以他認為普京還會需要僱傭團繼續為他賣命和奮鬥 因此不排除會另起爐灶再組一支新的僱傭兵團 俄羅斯內憂外患 當外界都在關注普京會如何收拾殘局時 沒想到瓦格納兵變卻在不到一天內戲劇性落幕 許多主流媒體認為瓦格納領導人的叛變給普京帶來挑戰 他的行動也可能損害了普京的威勁 那普京最終該何去何從 事件絕對101%是削弱了普京的政治威勁 有三個觀點可以來談這個東西 第一個 當不到24小時之內的軍事叛變行為發生的時候 我們居然沒有看到普京身邊的精英 或者是他的高級官員站出來 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維護普京的總統權威 沒有一個人 這個對普京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威勁的懸賞 第二個 這個叛變的行為 然後居然沒有遭到任何的對付 然後第三個 這才是最近爆了 這個Prigozin 他在發動軍事叛變之前 他對普京做出了蠻多的指責 其中一個最大的指責 他說就是 整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是由少一谷 Zerasimov這兩個人準備 然後由普京點頭執行的 所以 這個戰爭完完全全是由普京 是由這個Zerasimov 還有那個少一谷三個人 聯手策劃的一個完完整整 沒有法律根基 沒有理由 然後沒有民眾支持的一個戰爭 到今天為止 普京跟他的體制的官員 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駁 Prigozin這個官 Prigozin他這個人 如果他現在已經去了白俄羅斯 他會不會收生 沒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他繼續的 這個所謂的 narrative 把這個所謂的敘事 再繼續的放大 那麼 這個普京他的政治生涯 可能要走到最後 另外 藍中華也強調 普里格金所做的一切 帶出了重要的政治信息 也就是指出普京的政治和執政基礎 已被嚴重損壞 因此 俄烏戰爭如果依舊沒有進展 或受到更大的損傷 普京繼續勾打烏克蘭的理由 也會被侵蝕掉 同時也會影響普京連任的政治基礎 究竟子彈還會飛多久 整個世界無疑都在高度關注 現在充滿一下 כן taps 堅哥 拔抱抱抱抱抱抱抱阿 平心 逵